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位置参数变量 首先 我们来看看位置参数变量有哪些 在list当中 我们有这样一些位置参数变量 首先 大家要注意 位置参数变量是固定的 它的变量名称是固定的 当然这个$nn的意思是数字 它的意思是数字 也就是说$1 $2 $0 它都代表的是位置参数变量 它的这个名称是固定的 名字是固定的 而且它的作用也是固定的 我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在里面传入不同的值 那先来看看这几个变量的作用 $n 其中$0代表你执行的这个命运的本身 而$1到$9代表这个命运后面根的第一个到第九个参数 如果是10以上的参数 它可以识别更多的参数 你的这个数字需要用大括号包含 比如说$10用大括号 或者$11用大括号扩下来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接收你的用户 向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序当中传递的这个值 如果我们是事先写好了这个程序 那如果事先写好 那这个值呢 必须事先写到这个变量当中 写到这个程序当中 但是咱有些程序当中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计算器 做一个加减乘出的计算器 那我不能它加的永远都是那个固定的数值 如果我把数值长量写到这个程序当中 那这个值就是固定的 你只要执行这个计算器 它都永远算的就是一加二 那这个肯定不符合我们的计算器的要求 计算器的这个要求是允许用户不同的在 允许用户在这个输入不同的数值 然后进行不同的预算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用$N 位置参数变量的形式 向我的脚本当中 向我的脚本当中传递 我需要的数值 那这么说起来好像很难理解 我们写个程序来试一下 我们写个程序 那昨天我们把这些都放到这 那我们重新创建一个SSSH目录 然后呢把所有的.SH脚本都移动到SH当中 好了我们CG进去 那现在我们来写第一个位置参数变量的这个脚本 那我就用拼一码参数.SH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参数的脚本 我后面可能还要写多个 不就叫参数一 那我们说过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这个share脚本都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 标称我以下写的是share脚本 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看echo到了0 到了0 echo到了1 echo到了2 echo到了3 这个作用很简单 echo内容我们已经知道 输出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后面的变量的它的结果 那我们执行一下保存 陈志某的755 给参数一这个脚本 赋予执行权限 然后执行参数一 如果我不 这个脚本后面不加任何参数 他打印的看 只有刀的0有数据 因为我们说刀的0 代表当前命令的本身 那刀的0当中是有数据的 是代表了在里面传入的是当前这个命令名 但是刀的123 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打印的是空行 那如果我这样写看 空格 这个脚本后面空格跟11233 作为这个脚本的参数 这时候就会输出 这样三个内容 原因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的 这个 看一下参数的文档内容 我要求就是输出 刀的0 刀的1 刀的2 刀的3 那刀的0代表什么 代表这条命令本身 刀的1呢用来接收你后面输入的第一个参数 刀的2用来接收第二个参数 刀的3用来接收第三个参数 当然在这个脚本当中 我并没有写刀的4刀的5刀的6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后面还有更多的参数 那么它不会再有任何接收输出 那这就是位置参数变量的作用 为什么叫位置参数 看首先第一个位置用刀的0接收 第二个位置用刀的1刀的2刀的3 那为什么叫参数呢 它接收的主要是参数 这个刀的0 接收命令本身 可能还没有我们这个有作用 我们用这种位置参数变量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通过你人为的写这个参数 然后呢向我的脚本当中传递我需要的数值 传递我需要的数值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样做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只是输出 那我们就说写一个刚刚说的这个 我们写一个简单的加法计算器 看定一个变量 number1等于到了1 number2等于到了2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在这个参数后面跟两个参数 才会把这两个变量 把这两个参数的值 负给这两个变量 然后定义SUM SUM是$1加$2的和 注意要想进行数值运算 必须加这样的$双小括号 扩起来 它才能够进行数值运算 这是我们Linux的Shar的标准格式 这里大家先知道 我们后面讲运算符的时候 会重点来讲这个运算符 好了 然后打印和 其实就是什么 你在命令执行的时候 随便输两个数 这两个数就会输给number1 或者number2 然后呢 打印出来 把这个两个数加起来 把它保存在SUM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把这个SUM的和输出 相当于一个加法计算器 那我们来写 我们写参数2 SH 哎 好了 那这样我直接啊 直接我不用那个什么了 我直接SUM等于 到了 双小括号 然后呢 到了1加 到了 也就是说 我省略了 把到了1 到了2付给一个叫number1 number2变量的过程 其实这样是可以的 因为到了1和到了2本身就是变量 所以让它直接行价 然后呢 打印 到了SUM 打印和 如果你想看一下有个输出 有个输出内容 那我们可以用双一号括下来 比如说 写一下SUM A字 合适 然后用末号打印这个保存 然后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参数 2.SH 执行参数 这时候输入数字112 就会把它相加计算它的和133 当然我们回来再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首先是有 它是有漏洞 有bug的 第一 我在这个脚本当中并没有要求 给你用户任何提示 说你必须给我 输入两个数字 否则这个脚本不能正确执行 那也就是说 这个脚本只有脚本的编写者 也就是说咱们才知道 我需要像这个脚本当中输入两个参数 它才能正确执行 而且这两个参数必须是数值 必须是数值 第二呢 它也没有做任何判断 也是说 如果我要没有输入参数 这个脚本就应该报错 不应该让它去继续计算 或者我输的这个参数不是数值 我是不是就应该去报错 来进去计算 但是这些东西包括接收 这个显示用户的输出信息 包括判断都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那种 我们后面会逐步的来完善这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语法的规则 那目前呢 我们就先用它来理解一下这个位置参数变量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刀断就是用来把你的命令和命令后面跟着参数 传递给脚本当中的刀了数字代表的这个位置参数变量 这就是位置参数变量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命令行和命令的参数传递到脚本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做计算器 你总不能让永远都是一加二了 这个参数它的加的这两个只应该是随着你的输入而进行变化 那这个时候位置参数变量就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好了 位置参数变量除了$N之外 还会有$SING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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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作用都是代表所有参数 它咱有区别吗 有 $SING 是把整个参数后面的所有的参数看见一个整体 而$S呢 它会把每个参数区别对待 而$SING 会返回所有的参数的个数 赶紧写了几个参数 它就会告诉你 你输了三个参数或者四个参数 那还是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脚本来看看 这个这三个符号的作用 其实啊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三个输出 打印啥 eco$ 打印参数个数 把所有的参数返回 打印一遍 把所有的参数返回 打印一遍 那这前面的这些 其实都是仅仅是为了让你看得清楚 它代表什么 所以这么说 那我们这里写个例子 那我可能就不写这么复杂 我就直接是参数3.sh 所有的脚本都必须这样开头 那我们写 直接eco eco什么 到了 到了 警号 输出参数的过程 然后呢 参数的个数 然后呢 输出到了心 返回所有的参数 到了 at 返回所有的参数 就那么简单 我们就看看这三个符号代表什么含义 然后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参数 这回是三 然后呢 点个参数三 看输入你的足够的参数 只要用空格分开 参数总共输入了六个 大家一目了然 哎 也就是说 这个 到了警号 它不会计算 因为本身 它计算的仅仅只是参数 所以它没有包含这个 它后面说的 只是计算 你输了 六个参数 到了心和到了at 它的作用都是把整个参数返回 他们两个之间有区别吗 有一些区别 这个区别其实如果说 不是写一些这个非常非常 呃 别扭的脚本 或者说 我们非要用参数往里边传值的时候 要不然一般也用不到 那我们就说一下 到了心号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参数 看成一个正式 而到了at呢 会把所有的参数区分对待 这样说很难理解 我们来写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脚本 这个脚本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 到了心和到了at的区别 那看 先解释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我们目前还没有讲 我们后面会讲 那我们暂时先看一下 for循环是什么 for它的格式是这样 for I 印后面跟值 印后面跟几个值 这个for就循环几次 每次循环 把它的值 负给变量 I 那我们说 到了心号 会把所有的参数 看成一个成绩 那也就是说 你不管后面写多少参数 这个for循环 它都会认为 在印后面只有一个值 那如果是用到的心号 这个for循环 只会循环一次 这次循环会把所有的 你输入在后面的参数 打印到一行 那如果是用 到的at呢 到的at它的作用是 它把每个参数都是看成独立的 那也就是说 后面写的到的at 如果你跟了多少个参数 比如说一二三 我跟了三个参数 它会认为 这三个参数是独立的 所以这个for循环 会循环三次 每次循环 都把这个数值 负给变量 变量外 那也就是说 到的心号 因为参数是整体的 所以不管你有几个参数 只循环一次 然后把所有的值 参数所有的值都负给变量 而到的at呢 你有几个参数 就循环几次 每次循环 把参数负给变量外 如果打印 它会打印 变量一 再打印变量二 再打印变量三 而这个 第一种 它会把一二三 打印到一行 这就是它的区别 那 这里啊 我定义了个x 它的目的是干嘛 在输出的时候 可以写入 这是第几个参数 它的值是多少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每次执行完 给x加1 再循环 那这个只是为了调整输出格式 如果我们不写这个x 也是可以正确执行了 那么试试 那么试试 我们这时候就应该是参数 4.sh 我们写一下 好了 发行环 注意 你这个参数 新号 刀的新 要用双眼号阔起来 否则 不阔起来 它不认为这是一个整体 它的这个含义就会丧失 它会把所有的参数 都当成单独的 来打印 然后呢 我们的for 它是用度和档 来代表 包含 代表封装 然后输出 刀来 那这就是第一个 for循环 第二个呢 for y in dollar at 然后也同样度 大 然后呢 echo的是 dollar at 我们就来执行 看看这两个命令 循环有什么区别 来 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这应该是参数4 好了 执行它 4 对 1234 输入四个参数 回车 哦 这里有点小问题啊 有点小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脚本写的 我们看一下 排一下错 dollar问 dollarat 这块写了个输出的不是dollarat 而应该是dollarby dollarby 好了 因为我要输出的是它的值 看它 每次循环把什么值付给它了 对吧 这块 好了 那重新来执行 大家就会发现它的区别啊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脚本输出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循环 dollar 信号 会把所有的参数单成一个整体 所以 它只执行了一次 dollar 里面付的值 是后面的四个参数 也就是说 它输出的是1234 但是 dollarat呢 它把后面跟的参数 当成了四个不同的独立的参数 那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参数 有dollar1的时候 这个放循环 就循环一遍 给dollary 负的值就是1 所以会打赢1 当是2的时候 就会打赢2 哎 这就是 这两个参数的区别 dollar性和dollarat 其实 这两个参数 我们回来啊 回过头来看 这两个参数 它主要还是用来什么 区分 我往脚本当中传递的这个参数 到底是独立的还是整体的 那 其实我们说 位置参数变量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程序当中传递我们需要的这个值 但是啊 位置参数变量 它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除非这个脚本是你写的 否则你根本不会清楚 我需要在我执行的脚本后面要跟起的参数 而到底跟几个 我也不太确定 那我们呢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超哥其实是建立用其他的方式来接收用户的键盘输入 而不是采用位置参数变量 那这里呢 我们有这个参数 在偶尔在一些脚本当中 它还是比较有作用 包括我们系统自带的一些脚本 那么最起码我们得能看懂这些参数 它是什么含义 就算我写的时候 我不习惯用这种方式 但是你也倒要是能看懂这种参数 它的好处就是什么 可以在命令执行的同时结束交流 而不是像我们后面讲的锐盘 它的作用是命令执行完了 必须单独来敲入这个敲入参数 往里传递 这是两个不同的区别 所以呢 位置参数变量 也会在它的这个方面有它的作用 我们这里要做的就是 熟练它 掌握它 然后把超哥刚刚敲了这四个参数的例子 大家都要做会 好了 那这节课就是这样 我们这节课讲了位置参数变量 位置参数变量主要有四个 一个是$n 其中$0代表命令本身 $1到后面就是代表第几个参数 $星和$8都代表返回的所有参数 $星是当成一个整体的对待 $8每个参数单独区别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高的警号 它的作用是返回参数的个数 有多少个参数返回多少个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